好了这个封面先露个头啊 然后咱们再偏过来 也不然 这个 乌臣几次 生 什么呢 兵子丁宠 然后又生 甲臣一有 又生人臣贵死 这个无虚几害 跟他相对的这个墓 又生了平武定位 生生生 这个横向的生 我们指的意思是换了五行 纵向的生 它是不变的 这个图是为了方便理解的 实际上 不分这个横重 天道无极凶 没有善恶好坏 但是到这 它是毕竟产生了一个变化 由 这个 量到质 产生了一个 一样的 属性的变化 那么大林木 怎么生成了这个 剑下水 很难理解 我们知道正五行 它是水生木的 而这个纳因 它是反过来生的 最前面可讲过了原理 那么先看这个像 这个 是 剑下水 指的是山间的这个流水 然后 这个大林木 也是在原始森林 也是在 多半山上 这个水生木啊 这个母生子啊 那因 它是相反的 就像一个摩擦力 我们 只能理解说 这个子 把母 引出来 反过来 那就成了 大林 那 摩擦起电啊 什么摩擦力 是相反的 等等 自己随便去理解 我只能这样去解释 大家如果有更科学的 语言方式 让大家好理解 那更好 但是道理 就是这么点的 那摩擦丁丑 剑下水的一个代表 山间的这个流水 只是这一个像 那么这个丁丑呢 那就是这个水流了 或者说 那摩擦是丁丑构成的 这个可以说 水滴石川那个滴 滴答滴答 这个丁丑 那你自己去看 这个人 你这一个日住 或者这一年 是不是有这个特性 人是不是像这个无 像这个自然的像 心里就出来了 那么又生了这个 夹身一有 是什么呢 泉种水 也叫井泉水 就是从这个山上 流到了这个地下 井嘛 夹身 就是这个泉眼 这些泉水 也有 就是这个泳出来的 这些泉水 还有别的 还有自己去理解 那么又怎么样呢 又变成了 长流水 那泉水 它就源源不断了 长久的这样 冒出来 那就流下去 顺着陆地 也顺着什么 把这个陆地都变成了河流 由地下变成了地上 这个最开始还在山里 更深 溜溜溜溜溜到人间 还溜到人多的地方 不能叫人间 人没在的地方可多了 那这个人臣 这一汪水潭呢 就象征着水库 这鬼子呢 就具体的水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 下面这个相对的 就比较复杂了 这个平地木 怎么变成 这个天河水的呢 或者叫船底木 大家思考一下 因为这节课事件也就到这了 仔细想想这个字 这个字代表什么 那下节课再说 明天见咯